旅游法从10月1号实施到现在已经快满一个月的时间了 零付团费增加购物点强迫购物等恶性经营行为被遏制 不过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旅游法当中关于禁止强制购物的规定 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有时被一刀切的变成了不能购物 来看记者的调查 近日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以游客的名义 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一日游旅行团 线路包括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陡坡堂 天星桥等极大景点 购买土特产是旅游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次旅行过程当中 导游却没有安排旅游团购物 当记者主动提出能否在经过购物点时下车购物 导游也没有同意 待会有什么点 咱们可以 看方样能买点什么 没有 我都跟你说了 没有点吗 记者发现 只要有游客进行购物方面的咨询 导游都不会给出肯定的答复 游客只能在旅游景区内的商店购买物品 即使这样有时也会被阻止 因为我们在黄果树游天做推销 结果团队的客人自己过来看了 以后导游说了几很经典的话 他说只允许参观 不允许购买 搞得客人想买都不敢买 除了对游客的购物要求不愿意回应之外 导游甚至到了谈购色变的地步 不仅是游客购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只要是跟花钱或者是自费沾边的咨询 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对于这种将购物一刀切的做法 不少游客都感到不方便 相关专家也指出 游客在游览当中正常的购物需求 是应该保护的 那么购物本身是留着一个 一个种需要 因此旅游法的出台并不是说不允许购物 而是这个阻止禁止这个行事 或者导游强制购物 旅游法虽然斩断了旧有的灰色收入链 但短期收入下滑 会导致一些导游的服务态度出现转变 旅游法的一些规定 甚至成为部分导游消极服务的挡箭牌 哪个听到也不跟你介绍 也不解除 你干嘛 你就去瞎里边往那边走就完事了 走一天 你这不你把国家这个法定法规 你扭虚了吗 你还会不及格好吗 你这边暗示的方法规 那我就给你去қ制 以后万别人又懂得了 我好听到你把5个魔道說 我好听到你把5个魔道说 就那么 бо解除了 你这样让我可以把8个魔道说 我就先 が闭解决得了 我好听到你把8个魔道做 我没有过来 我那时候人都不让你到2个魔道说